菠菜大家都喜欢怎么吃 这个做法保证让你一大盘都不够吃 大家好,我是刘易 今天跟大家分享肉末爬菠菜的家常做法 酱香浓郁,颜色翠绿,下酒又下饭 大厨今天分享详细的做法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半斤的菠菜清洗干净,控干水分 这个是我们自己家种的比较大 当然平时一般购买的话 就要是选择小菠菜,红头菠菜 使得口感和营养更好 切成均匀的段 这几天菠菜大量上市 我们这也就几毛钱一斤 非常的实惠 像这样印记的10令蔬菜的 建议大家都吃点 切好放入盘中 再准备肥瘦肉末100克 接下来准备点小料 大蒜一颗先拍破 然后再豆成蒜末 生姜适量切成姜末 大葱少许切成葱花 切好放入盆中 再准备小米辣一个切成圈 搭配颜色又增加辣味 当然不喜欢吃辣的不要放 食材准备好后 下面开始起锅烹饪 起锅烧水先来汆烫菠菜 倒入开水 再放入少许的食盐增加底味 适量的摄浪油 可以使烫出的菠菜 颜色更加的翠绿好看 而且还减少营养的流失 水开后下入菠菜 吃菠菜建议大家用开水汆烫下 去除炒酸 这样吃着更健康 开锅后用勺子稍微多翻动几下 让体受热均匀 煮至大概一分半钟 把菠菜煮熟煮透 然后捞出 用勺子摁一下 去除多余的水分 起锅下面来炒至酱汁 先把锅烧干 烧至锅底发白冒烟 这样在炒至肉末的时候 不会粘锅 放入少许的葱油 把锅像这样转一下 也叫润锅 接着倒入肉末 炒至中火 炒出肉末里边 多余的水分 炒出香味 这一步大概需要两分钟左右 炒至肉末发白 出油脂 放入少许的花椒粒 去腥蒸虾炒出香味 接着下入小料葱姜蒜 炒出香味 炒至葱姜蒜稍微翻黄 香味才浓郁 接着下入少许的豆瓣酱和少许的甜面酱 适量的蚝油增加鲜味 放入中小火炒出酱香味 这从锅边烹入料酒稍微多一点 去腥蒸香 蒸透酱油适量从锅边烹入 提味提鲜炒出香味 做这个菜好吃的关键呢 一定要把酱汁酱料炒出香味 炒至酱汁酱油香味才浓郁 接着烹入少许的清水或者是鲜汤 在大火前烧开 让各种鲜香味融合 感觉颜色比较浅的 可以放入少许的老抽 调味放入适量的盐 拌手的鸡精味精 和少许的白桃和味其鲜 炒匀化开调料后 放入小米辣翻炒均匀 最后用水淀粉搁搁搁芡 当然这个芡子尽量要勾浓一点 因为菠菜容易出水 熬至酱汁浓稠亮油 最后再放入少许的香油 推均匀香提味 哇可以看一下这个酱料 颜色非常的好看 而且香味还特别的浓郁 接着把控干水分的菠菜 放入盘中 浇入炒好的酱汁 美味集成 当然这个肉酱比较多的 也可以留着拌饭 拌面条都很不错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